大家好,我們現在要進入這一講的最後一節。 那我們在前面呢,跟各位介紹了電流,還有一些基本的電路元件的一些特性。 那在這一節裡面呢,我們為各位介紹人體中的電信號,尤其是在神經跟肌肉裡面的電信號, 怎麼用我們前面學的電流,還有一些元件的概念來討論跟分析。 所以我們先從歷史上到底怎麼發現神經中在傳討的是電,這個部分開始。 然後呢,我們為各位介紹一個相對簡單的神經的電路模型。 然後跟各位講說這樣的電路模型可以告訴我們神經的什麼特性。 然後最後再用實際的例子讓各位看看我們到底怎麼量測人體中的電信號。 所以呢,我們首先從電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這個概念開始。 呃,我們前面曾經提過Galvani跟Volta。 他們兩位呢,對於,欸,到底電是從哪裡來的這個事情有很大的爭議。 那麼Galvani呢,認為,欸,電呢,是從動物的肌肉或組織裡面來的。 而Volta呢,他認為是從金屬中間來的。 而且他做了非常強而有力的實驗呢,只靠金屬疊在一起呢,就可以產生電。 那說服大家說,真的跟動物沒有關係。 而且Volta之後發明電池,對科學界造成很大的轟動。 於是接下來就沒有人在管動物電這個事情的說法。 可是事實上呢,Galvani他自己本人也曾經做過這樣的實驗是,他只有用神經跟肌肉組織。 用切斷的神經去碰肌肉組織,欸,發現這個組織也會收縮。 所以事實上Galvani也有做過完全不用金屬的。 他只靠動物組織自己也有一個電的反應。 只是當時呢,這個整個科學界的主流呢,已經偏向金屬電這個方向去。 而且,所以幾乎沒有什麼人注意到Galvani做了這件事情。 那到什麼時候才有人又重新重視這件事情呢? 在剛剛說Galvani跟Volta他們的爭議呢,大約是在18世紀的末期發生的事情。 要再過30年以後呢,在意大利的有一位生理學家Matteucci呢,他才重複了這個實驗。 那麼他也跟Galvani一樣證明了,欸,神經組織真的可以產生電。 而且Matteucci還說,喔,他自己產生的是直流電。 那麼Matteucci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就像Volta對電池做的事情。 Volta把很多個金屬片疊在一起,然後發現,欸,電壓會變大。 那Matteucci發現呢,你把神經組織疊在一起,就像電池一樣。 他所產生的電的強度呢,也可以疊加起來。 那麼這個事情呢,造成了當時呢,在整個神經科學界呢,還有生理學界一個很大的轟動時,欸,原來他真的是動物組織是有電的。 所以呢,又開始掀起一個熱潮時,很多人又開始量測這個動物身體組織裡面的電。 那麼再過二十年左右呢,在德國呢,有一位醫生呢,Dubra-Raymond他發現了,在神經組織裡面的電呢,其實不是直流,不是一直流的。 它其實是一個脈衝一個脈衝,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動作電位,action potential。 那麼Dubra-Raymond因為發現這件事情呢,他也被稱為現代實驗的電生理學之父。 然後再過幾年之後呢,也是在德國,有一位醫生兼物理學家Helmhorst,這個在往後電磁學的部門,還會再聽到這個人的名字。 那麼Helmhorst呢,他在1850年呢,量出來,在神經中的電傳導速度呢,大概是每秒鐘三十公尺。 這個速度是比起一般電,在電線裡面傳導速度是慢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呢,因此呢,那時候大家已經開始猜測,所以在神經中傳導的電,可能跟一般電線裡面,傳導的電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整件事情呢,到後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呢,有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進展。 那麼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可以說是西班牙的科學家Kaha,他發現的事情呢,是確定神經組織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神經細胞組成的。 他也因為這個發現呢,獲得了1906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那稍微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呢,同一年,這個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呢,頒給另外一位科學家Gogi,這是一位意大利的科學家。 那麼Gogi因為發明了Gogi-Stand呢,事實上幫助了Kaha看到單一個神經細胞,所以Kaha才認為呢,這個是神經組織是細胞所組成的。 可是Gogi本人呢,他所支持的理念是呢,神經組織呢,其實是一個網路的結構,而不是由細胞組成的。 這個事實上是19世紀末期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爭議。 那Kaha就是因為解決了這個爭議而獲得諾貝爾獎,可是你可以發現很有趣的事情是,諾貝爾獎頒給兩個概念完全不一樣的科學家。 雖然他們兩個都在神經科學上做了很重要的貢獻,但他們兩個本身支持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在後來再過了30年左右的歷史呢,在世界上的科學家呢,才完全同意Kaha所提出來的理論是正確的。 所以這件事情呢,我希望跟各位聊的東西是,現在你可能覺得,神經就是細胞組成,這不是理所當然嗎? 這件事情也不過就在100年前,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大的爭議。 現在在科學界交給各位的很多東西,事實上早年都是經過非常非常多爭議而形成的。 只是現在在交給你的時候都把爭議給略掉了。 所以各位學到好像是理所當然的知識,一定要記得,所有這些知識,當初都是經過不斷的爭辯而來的。 所以不要這麼輕易的相信這個結果就是對的。 100年前大家也相信用水治放學就可以治感冒。 但現在你可能覺得這個講法很荒謬。 所以在面對所有教科書的內容,包括你在聽我講都是一樣,不要隨便的相信。 要經過你的思考判斷,嗯,這個應該是真的。 然後才能做一個可靠的一個判斷。 好,那接下來在20世紀這段時間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神經生理學興展。 不過我們現在是在上普通物理學的課。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讓各位上網去看。 那我放了一個網址在這個地方,是諾貝爾獎的網址。 可以看到20世紀呢,有哪些神經、生物方面的進展呢,不斷地獲得諾貝爾獎。 所以我們為各位用這個簡單的動畫呢,來解釋一下,現在我們所了解的,在神經中的電傳導是怎麼造成的。 那麼呢,我們現在的理解是神經中的電傳導主要是來自於細胞膜內外的離子交換。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呢,橫的這個是一個細胞膜,那上面有一些紅色、綠色、紫色的,這個是上面的分子團。 這些分子團會造成內外離子的交換,而造成電位的改變。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呢,細胞內部就在這層膜的下面,是細胞內部呢,它是甲離子濃度比較高,而電位是比較低。 在細胞的外部呢,就在這個膜的上面,是納離子濃度比較高,而電位呢,相對內部來說是比較大的。 所以呢,在這整個圖的下面呢,有一張電位的圖,這是表示細胞內部的電位圖的大小。 那麼目前的電位呢,是負的,在負60個mV的大小。 然後我們現在呢,再把這個軸突呢,切成兩個小塊,出來看上面的離子會怎麼變化。 當細胞呢,受到外部的刺激的時候呢,我們這邊用紅色的信號表示,所以外面有刺激來給這個細胞的時候,它會開始傳遞訊號出去。 那麼這個傳遞訊號的,在離子層次發生的事情呢,就是當刺激來的時候呢,有這個造成離子的內外的交換。 特定的分子團呢,像這個紅色的部分呢,會把外面的鈉離子抓進來。 所以呢,因為鈉離子在正電,當它把鈉離子抓進來的時候呢,裡面的電位就會升高,相對外面就會降低。 所以從下面的圖裡面可以看出來呢,這個電位升高呢,可以達到大概100個mV的大小。 那麼這些分子團呢,除了會受到外部的化學刺激改變之外,它實際上也會受到電的刺激的改變。 所以呢,譬如說在第一級的剛剛的電壓的升高呢,它就會開始影響第二級的改變。 所以呢,這個後面第二級的這個部分呢,它的分子團也開始受到前面電壓升高的影響,把外面鈉離子也拉進來。 所以第二段,它也開始有內部電壓升高,外部電壓降低的一個情況發生。 這時候你就可以感覺到,這個電訊好像往前傳播。 而前面這一段呢,剛剛電位升高了之後呢,大概在1-2ms之後呢,綠色的這個分子團呢,它就會開始把甲力子往外推。 所以造成呢,內部的電因為又降低,所以又回到原本內部低外面高的這個情況。 所以整體來看就好像一個電脈衝往前跑的感覺。 那在最後呢,這個第二段的這個電位呢,再繼續往前傳播。 那它原始的同一個位置呢,又開始有綠色分子團的作用呢,把甲力子往外推。 所以又恢復到裡面低外面高的這個電位。 所以就好像整個電脈衝從前面跑到後面,造成了站態的電位的改變。 然後到最後呢,整個還是裡面電位低外面電位高的一個情況。 這是目前呢,科學家對於神經中電傳導的一個概念上的了解。 解釋一下呢,實際上在神經裡面呢,它的電位傳導發生的事情。 但我也邀請各位想一想。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在細胞裡面呢,內外的電位差呢,大概可以大到100個mV。 可是呢,我們也知道細胞膜的厚度呢,大概是10個nanometer厚。 而這個內外電位差呢,就落在這個細胞膜上面。 所以呢,邀請各位簡單算一下,橫跨細胞膜的電場大小到底有多大。 那麼這個計算的結果呢,在哪一個數字來跟各位比較一下是,一般來說我們在空氣裡面,只要加上大概10的6次方Volt Per Meter這樣的電場大小,也就是百萬福特的電場大小呢,這個就可以把空氣急穿產生閃電。 那在細胞膜裡面,其實就是我們身體裡面,隨時隨地,其實都有比這個急穿空氣電場還要大的電場。 那為什麼我們的細胞膜不會一直產生閃電?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會一邊走路一邊發出閃電,來照亮這個世界? 這個也邀請各位想想看。